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的用户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关于社交媒体如何保护用户的隐私 如何打击网络虚假信息 是否应该出台更多法规的讨论是愈演愈烈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脸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在舆论压力的千呼万唤之下 首次出席了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并公开道歉 首次出席国会听证的扎克伯格 没有穿上标志性的T恤 而是换上了笔挺的西装 在最受关注的用户数据泄露问题上 扎克伯格坦诚 剑桥分析事件显示脸书 没有采取足够措施 防止相关或同类应用程序 对用户构成伤害 由于美国联邦法律中 极少有直接关乎网络隐私保护的条款 本次事件是否会引发法规性的改变 备受关注 听证中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 还就网络不实信息 仇恨言论管理 商业和政治广告投放 脸书运营模式等方面 对扎克伯格进行了提问 当地时间11号上午 扎克伯格还将前往国会众议院 能源和商业委员会 参加另一场听证会